我的初恋跟林慈旧的白月光跑了 我气得揍他 他低眉顺眼地说 我陪你 你怎么陪 拿什么陪 我哭得像个傻狗 林慈旧轻声说 把我陪给你 现在他的白月光回来了 林慈就后悔了 我跟林慈旧是大冤种组合 高三那年 我轻微竹马地初恋 一个招呼都没打 就出国了 而林慈旧暗恋的白月光 也出国了 更可悲的是 他们两个是手拉着手一起出国的 我哭得天昏地暗 喝着小酒 拉着林慈旧的小手说道 没事 我不哭 你也别哭 咱俩抱团取暖 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林慈就抿着薄唇 使劲往回拽自己的手 我当时就不乐意了 狠狠地把他搂住他 怒道 怎么 跟我做朋友还委屈你了 小哑巴 别忘了这些年在学校是谁罩着你的 林慈就眉眼低垂了一下 脸色显得有几分倔强 含含糊糊地说 你 知道就好 我打个嗝哄着他 以后作业记得给我抄哈 我每天进一上下学 方便的话 零花钱分出一点点 给我买棒棒糖好不 这下林慈就不肯了 推着我 不能吃糖 我气得把他按在草坪上 想好好教育他 让他知道谁是老大 强光照过来 传来教导主任的嘶吼声 哪个般的 别跑 别给我跑 唉 跑是跑了 但是操场上有监控 后来满学校都在传 我因为失恋发了风 把林慈就按在地上亲 学校倒是没处分我们 只是苦口婆心地 劝我们不能早恋 林慈就是年级第一的好学生 我是武术特长生 他要考清北 我要参加比赛 为学校争光 我俩吧 还是有点主角光环的 林慈就 现在到处都在传我疯了 我面子上有点过不去 我骑着自行车 带着他往家走 咬着他买的棒棒糖 要是有人问 你就说咱俩在谈恋爱 你追的我 好不 过了好一会儿 林慈就抓着我的衣服 才慢吞吞地回了一句 好 谁能想到 这恋爱谈着谈着 竟然成了真 接到钟彦跟林天天 回国的消息时 我正在图书馆写论文 写得昏昏欲睡 全国武术大赛 拿到金奖以后 我就被特招到了清大读研 也算林慈就半个学妹了 微信消息谈得不断 我才发现自己 被拉进了一个小群 里面一共就七八个人 都是高中毕业后还保持联系的同学 钟念回来了 秦密私了我 他现在可是了不得 年轻有为 投资圈儿的大佬 我们主编知道 我俩是高中同学 还想让我给他做专访呢 我捏了捏有些发疼的小拇指 往外一看 果然下雨了 我没搭理他 刚出图书馆 秦密就给我打电话 钟念回来了 林天天也回来了 秦密顿了顿又说道 我看林天天最新专访 她可是单身 外面雨不大 我懒得撑伞 直接戴上了卫衣帽子 秦密见我没吭声 又问我 那就会你去吗 你不去 我也不去 去呀 干嘛不去 我走到外面 远远看见林慈就撑了伞 就跟秦密说了拜拜 她站着的那个角度 看不见我 正在低头给我打电话 手机不停地在响 我也没接 我们原本打算明年春天结婚的 无名指的戒指戴了很久 我想起昨晚在书房的抽屉里 看到的那封分手协议 懒洋洋地转了转戒指 哎 林慈就真有意思啊 人家离婚搞个协议分割财产 她分手居然还写协议 给我两套房 一辆车 还分钱 林慈就真是大方的可怕了 难怪最近她对我总是冷冷淡淡的 原来是林天天要回来了 我想起林慈就上高中那会儿暗恋林天天 我都替她着急 帮她追 她还不愿意 好聚好散嘛 还偷偷懒懒写个分手协议 我又不会死赖着她 林慈就 我提声喊她 林慈就可能没听见 我捡起一根树枝砸过去 林慈就回头了 她看见我站在雨中 皱了皱眉 立刻快速朝我走过来 我摘下戒指 朝她一笑 大声说道林慈就 我们分手吧 她像是被施了魔法 钉在原地 平静地看着我 我把戒指抛给她 她没接 戒指滚了一圈 掉进了下水道 林慈就说 好 那就分手吧 我从没想到 我会跟林慈就分手 就像我以前从没想过 我们竟然会在一起 我们俩是扒杆子打不着边的人 她从小生活在国外养尊处优 而我在中意向 像个小泼猴似的长大 我还穿着回力鞋的时候 她脚上已经是骨齿了 我背着十几块的书包晃荡 她背上的包 印着LV的大logo 林慈就刚来我家那会儿 跟个游魂一样 谁也不理 初三那年的暑假 我晚上训练回去 在幼岸的巷子里 看见她被人堵住 她穿着昂贵的鞋子 背着上万的背包 明摆着一副 我有钱你来抢的样子 弟弟 借点零花钱啊 两个小混混堵住她 云慈就也不吭声 站在墙根 我走过去 一脚踹飞一个 妈的 屁大点小孩 也想行侠仗义呀 其中一个黄毛 爬起来想揍我 她被另一个红毛拉住 红毛惊恐地说道 你不要命了 她可是忠意向的大姐大 从小打遍东城无敌手 刚拿了今年少年组武术冠军 一拳下去 能把你打得半身不随 我得意地朝着林慈 就扬了扬眉毛 听听这名声 我厉害吧 黄毛难以置信 咬牙一下 竟然扑通一下 给我跪了 师父 我也想武功 你收了我吧 我还走神呢 林慈就忽然一把推开我 我瞪着她 干嘛 恩将仇报啊 林慈就慢吞吞地讲了一句 折寿 我带着她回家 路上笑得肚子疼 呦呦呦 你中国话都说不清几句 居然还懂折寿呢 林慈就看了我一眼 我总觉得她在鄙视我 但我没证据 喂 我撞了撞她的肩膀小声说 给我买个冰棍吧 林慈就立刻摇头 谁能想到 忠意向大姐大的钱包 比脸还干净 我爷爷这个抠门 一个月就给我一百块钱 她还说什么 我一天到晚 不是在训练 就是在学校 要钱干嘛 不给算了 我去找忠念 我把包丢给她 你先回去给我爷爷说 我在忠念家住一晚 结果我还没走 林慈就就拉住了我 她给我买了一根冰棍 低眉顺眼地说 爷爷让我接你 我跟林慈就的孽缘 就从那一根冰棍开始 后来忠念知道了 特意请林慈就吃了哈根达斯 可惜林慈就根本不喜欢吃 全让我吃了 后来我每次买哈根达斯 林慈就都不让 她说最讨厌这个冰淇淋 哼 现在分手了 我要买一冰箱的哈根达斯 吃个爽 跟林慈就分手 分得非常平静 她来家里收拾东西 我披着插在客厅吃冰淇淋 林慈就的东西收拾得很有快 很有条理 她看着我堆积在一起的冰淇淋盒子 叹了口气说道 别吃了 你生理七块到了 要肚子疼的 我捏扁了手里的盒子 不耐烦地说道 分手了还管我 林慈就你是什么胜负吗 实在同情心泛滥 就到路边撒钱去 她不再说话 司机把东西全搬走了 林慈就站在门口 黑润润的眼睛看着我 轻轻问我 小心 要说再见吗 我朝她微微一笑 礼貌地说道 前男友 希望再也不见 她飞快地垂下眼帘 似乎不想再多看我一眼 关上门走了 林慈就这个人 连离别的关门声都这么温柔 仿佛怕惊扰到谁 我脱力地躺在地板上 闭上了眼睛 很多回忆像是破碎的电影画面 在我脑海里飞快地闪现 你叫林慈就 好巧啊 我叫施迎新 哈哈 咱们岂不是可以组个相声 组合叫慈就迎新 那年 她十五岁 是少言寡语 沉默内敛的小海龟 而我大大咧咧 跟她做着自我介绍 只是换来 她沉默的凝视 后来我才知道 我跟林慈就 同年同月同日生 我爷爷跟他爷爷是好友 两个老家伙通了电话 一拍脑门 一个取名慈就 一个取名迎新 然来 我跟林慈就的缘分 从我们出生的时候 就牵扯在了一起 不要叫我小心 真的好像蜡笔小心呀 叫诗诗多好 听起来就温柔 我在训练馆五刀 来参观的小朋友 为我鼓掌 林慈就笑起来 点头说道 好的小心 往后叫你诗诗 那年 她十七岁 只要没训练 我都会骑着自行车带她上下学 我第一次见她笑 像是春雨后的一抹嫩绿 将整个春天点亮 分手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在地板上躺到天黑 翻身看了下手机 林慈就给我发了很多消息 阿姨不用辞退 我会按时付她费用 车子 你尽量不要开 出入打车 如果不方便的话 我会把林书给你 小欣 就算我们分手了 你遇到事情都可以联系我 如果我没及时回复 就发消息给李秘书 小欣 再见 我面无表情地看完 又去刷朋友圈 前几天 林天天加我 而她就在昨天发了条朋友圈 就有重逢 喜不自禁 配了一张照片 轻受有力的一只手 抬起来 接着空中坠落的银杏叶 我想起曾经跟林慈舅说过 韩剧里总是喜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设定 据说在秋天穿过银杏铃 抬手就能捏住银杏叶 可以实现当时所想 林慈舅当时认真想了想说道 小心 论文的英语文献 我可以帮你翻译 我恼羞成怒 把她按在沙发上 胡作非为 她喘息着 眼睛微微湿润 轻轻地抓着我 散落在她胸口的头发 林慈舅虔诚地亲吻我的脖梗 刹那地停留 重新定义了我对温柔的注视 没办法再见 也没办法继续面对你啊 林慈舅 因为我还爱着你 我正正地坐了一会儿 删掉了林慈舅的微信 凌晨两点睡不着 我干脆翻出家里的篮球 下了楼 秋夜的风带着落叶打着旋 我闭上眼睛 抬起手 准确地捏住了一片落叶 我听到有人踩着落叶走过来 死死地咬住了牙关 不让自己的泪落下来 林慈舅 林慈舅 如果真的是你 那我就原谅你 心里还在留恋林田田 我睁开眼睛 眼前的人 穿着黑色的莲帽衫 相貌潇洒 他手里捏着两根棒棒糖 朝我晃了晃 小朋友 长大了 还吃糖吗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朝着我露出一个爽朗的笑容 眼睛里全是泪水 我的眼泪哗啦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像是决堤的河岸 我抬起篮球 狠狠地朝着他砸了过去 他朝我走过来 用力地抱紧我 整整九年 他居然都没有联系我 我们从五岁到十七岁 朝夕相处 我只有爷爷一个亲人 非常珍惜得到的一切陪伴与爱 中念对我来说 就像是哥哥一样重要 可他就那么走了 毫无征兆 中念 放开我 不然一掌劈死你 我哽咽着 克制住情绪 我挣扎着 却看到他脸上的一道疤痕 一直延伸到脖子上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 我长大以后会嫁给中念 从幼儿园开始 中念就跟我在一起了 他给我扎小便 给我买糖吃 教我写作业 我的五岁到十七岁的记忆 全是中念的影子 小朋友 快快长大吧 十七岁的下一夜 中念抱着篮球对我笑 我跑不累了 跳到他的背上 让他背我回家 长大干嘛 我揪揪他的耳朵 问他 中念笑得更厉害了 长大就能跟哥哥谈恋爱了 我从他的背上跳下来 踹了一脚他的屁股 骂他不要脸 跑到家里以后 镜子里是自己羞红的脸 中念的离开 是在一个很平静的早上 他没来接我上学 到了学校 看到他座位上空荡荡的 我竟然是从老师的口中 知道他退学的事情 我给他打电话 没人接 翘课去家里找他 人去楼空 他在我们常去的小超市 留下一个巨大的箱子 箱子里有我爱看的漫画书 我爱吃的零食 我想要的游戏机 还有一张 银行卡 小朋友 静静长大 等我回来 好不好 那一瞬间 我哭得像只被遗弃的傻狗 我想他的时候就吃一包 他留给我的零食 没到半个月就吃光了 漫画书已经看了无数遍 游戏机已经玩腻了 可是钟念始终没有消息 那段时间 我体重骤然增加 训练状态极差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钟念 可是我低估了时间的力量 现在他坐在我身边 我们坐在篮球场上 吃着棒棒糖 好像所有的伤痛都平复了 我爸生意出了问题 欠了很多钱 钟念神情坦然地说道 我妈跟我爸离婚 强行把我带出国 我想去找你 从二楼跳下去 被树枝划伤了脸 三言两语 就解释了当初的不辞而别 我咬着棒棒糖 扭头看他脸上淡淡的疤痕 忽然就尝不出味道 钟念看向我 自嘲地说道 到了国外 生活远比我想象的艰难 我要读预科班 要学语言 要打工 我妈得了抑郁症 两次因为自杀 送去急救 我必须竭尽全力 才能支撑自己不倒下 那种情况 我真的不敢联系你 你怕什么呢 我正正地说道 你告诉我 我会跟你一起撑下去的 钟念揉了揉脸 常呼出一口气 笑着说 我就是怕你想跟我一起撑下去 我看了他一眼 额头用力地撞了一下他的胳膊 钟念仰着脸 手掌抵住我的头 嗓衣沙哑地说道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在心里骂我 失音心小朋友 你要理解一个天之骄子 忽然坠落的那种痛苦跟自卑 还坠落的天之骄子 我毫不客气地嘲笑他 下锅的韭菜饺子还差不多 钟念一下子笑出声 狠狠地在我脑袋上敲了两下 假模假样地恭维我 你倒是混得不错呀 不容奖项拿个遍 现在又成了轻大的高材生 往后怎么着 要去国家队当教练 我能毕业就不错了 我想起繁重的课业 就觉得头大 想了想又问他 钱还轻了吗 差不多了吧 钟念则立生说道 听你这口气 要帮我还债呀 那我是不是得以身相许 他听着像是在开玩笑 可我知道不是 在我跟钟念的关系上 他从不开玩笑 从小到大 他一直都会很认真地 回应街坊邻居的玩笑 回应暗恋他的女同学 是啊 将来要娶路过家小朋友的 到时候请大家吃酒席呀 谢谢同学们对我的厚爱 情书我是万万不敢接的 我将来是要娶适应新的 我得保证自己清清白白的 才能入准试驾 我看着他哀伤的眼神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钟念眼眶红透了 一开口 嗓音哽咽地问我 我们错过了 是不是 你俩打了一晚上篮球 就这么散了 秦密不可思议地看着我说道 阔别九年重逢 诗诗 你对钟念真的心如止水了 我打了一套长拳 舒缓了一下身体 看了看时间说道 走吧 换衣服去聚会了 你不是打算一鸣惊人吗 等化个妆吧 秦密知道 我跟林慈就分手以后 怕我状态不好 就搬过来跟我一起住了 你呀 就避重就轻吧 秦密挽着我的胳膊去挑衣服 战意十足地说道 今天林天天也去呀 你是不是也都好好打扮打扮啊 总能让他比下去 我勾着秦密的下巴 自信地说道 我可是打遍东城武敌手的忠义向大姐大 林天天这只小天鹅的光 遮不住我 秦密扑痴笑出声 靠在我肩膀上 坐坐地说道 女侠 小女子至今记得 你一人一杆枪 挑翻了那帮小混混的英姿 说起这事 刚上高中的时候 秦密还有林天天被外校的小混混盯上了 整天骚扰她俩 我干脆约了个场子 放学以后 对面来了十个人 中念 林辞旧 秦密还有林天天迎战 一个帮我背包 一个帮我拿水 两个帮我摇起呐喊 我用一杆拖头长枪 挑翻了对方十个人 一战成名 唉 时光一去不复返啊 我现在被论文折磨得要死要火 我俩收拾好下了楼 中念的车居然在等我们 我瞄了一眼秦密 吴语道 这就是你叫的专车 秦密掐了我一下 这不是顺路吗 省得打车了 她直接把我塞到了副驾驶上 这些年 秦密没少在我耳边提起中念 她是最希望我们在一起的 上了车 中念顺手递给我一盒牛奶 我一摸 居然还是温的 她凑过来帮我系安全带 没等我说话 她就发动车子了 秦密一说你没吃早餐 就帮你带了牛奶 还有个三明治 在袋子里 中念看了看时间 又忽然笑着说道 过去得二十多分钟 你早上不吃饭 就容易暴躁 回头下了车 该打我了 我咬着吸管 不满地说道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小时候有一次 中念接我接得匆忙 没来得及买早餐 我饿得头晕一眼花 坐在她自行车后座上 把她腰都给掐轻了 以前训练强度大 我又在长身体 总是饿 中念的书包里 永远放着各种各样的零食 不是小孩子 还熬夜打游戏 不吃早饭 外床 中念看了我一眼 要不是秦厉搬过去跟你住 你生日彻底放飞自我了 我扭头看秦厉 秦厉心虚地不敢看我 好啊 还会打小报告了 中念看我不吭声 摸出一块针子巧克力球 塞到我嘴里 失个恋而已 还自暴自弃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下一个更好 我不是 我没有 我一下子扎了毛 气道 你失过恋啊 还教育我 中念慢悠悠地说道 嗯 五年前的二月十四日 红灯停了车 我还等他继续说呢 中念扭头看我 正要开口 闭嘴 别说了 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 捂住他的嘴 开车 中念笑了起来 我跟林慈旧 是五年前的二月十四日 正式官宣的 不对啊 中念那个时候 又没我的微信 他怎么知道的 又是秦密 我火猫三丈地说道 中念 下了车我先打瘸你 你没意见吧 你跟秦密联系 都不跟我联系 你还好意思提 不是秦密 中念目光看向外面 顿了顿才说道 是林慈旧 言外之意 他跟林慈旧一直有联系 林慈旧就站在酒店的大门口 他穿着一身黑色大衣 侧脸的线条 清冷又内敛 他似乎在等人 没过一会儿 林田田就从前面的车上下来 秋风 瑟瑟的天气 他穿着白色大衣 里面搭配着奇袭连衣裙 一如既往的优雅漂亮 后悔穿裤子了吧 秦密在背后戳我 丢给我一件黑色露腰短衫 还好我早有准备 露出你的小蛮腰 马甲线 绝对震倒一片 中念扑哧笑出声 我面无表情地脱下牛仔外套 砸到他脸上 我跟中念下了车 秦密说要去厕所 一溜烟就跑了 我觉得 他是怕我打断他的狗腿 林慈旧看向我 又飞快地扫了一眼我的腰 好看的眉头皱了一下 欲言又止 小天鹅 为了配你的大长腿 我把腰都露出来了 我搂住林天天的肩膀 摸了摸她顺柳的头发 感慨道 九年不见 你越来越漂亮了 这不得迷倒一大片 林天天扑到我怀里 称怪道 怎么就迷不到你呢 我要是还不回来 你早就把我望到天边了吧 现在秦密可是得意了 没有我在的这些年 她能独占你了 谁能想到舞台上的小天鹅 看起来是高能女神 其实是个喜欢跟秦密 争风吃醋的小坐金娇娇女呢 当年我左拥右抱 前呼后拥 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快活 行了 进去吧 怕你俩在这儿冻成冰棍 钟念推着我的肩膀往里面走 一副头疼的样子 还好你不是个男人 否则一定是个花心海王 这都九年了 林天天还忘不了你 你这魅力够大啊 有脸说我 林天天挽住我的胳膊 优雅地翻了个白眼 好像你忘了一样 我余光扫到沉默走在一旁的林慈旧 总觉得有些恍惚 好像又回到了当年 我们几个人打得闹闹 一起长大的日子 谁能想到 中午还美滋滋地回忆青春呢 下午就躺在医院了 林慈旧跟钟念本来要坐在我左右 结果林天天跟秦蜜 直接把他俩拖走 他们两个清清热热地挨着我坐下 九国三旋又吵起来了 你居然挑唆失失伤了我 删了怎么了 这些年是我陪着他的 留着你微信站地方啊 秦蜜 当年可是我跟他最好 你就是程序而入 我就记得喝得头晕 出去上厕所 结果醒过来的时候 居然在医院 我盯着白花花的天花板 没反应过来 秦蜜一言难尽地说道 我跟林天天出去的时候 就看见你弄了一台腿 一脚踢断了林慈旧的胳膊 然后你砰了一声砸在地上 晕过去了 我们都吓死了 林慈旧脸都白了 忠念嘴唇都在哆嗦 还以为你喝卦了 男人真是没一个好东西 林慈旧居然敢跟失失分手 林天天给我倒了杯热水 气愤地说道 亏我当年那么支持他 算是我看走眼了 得到手就不知道珍惜了 秦蜜切了一声 一脸鄙视地说道 要不是因为你 他俩能分手吗 林慈旧心里惦记着你 对失失冷暴力 他俩这才分手的 还是忠念靠谱 失失就该跟他在一起 林慈旧惦记我 林天天像是想起什么似的 拖着小脸挨了一声 这戏还演着呢 他也不嫌累 都说任医生会经历两次死亡 一次是社会性死亡 另外一次是生理性死亡 短短五分钟 我回忆起了在酒店发生的所有事情 我像个疯子一样 醉醺醺的冲到了南厕所 林慈旧 老娘非要打断你的狗腿 出来 别以为躲在南厕所就没事了 我知道你在南厕所 你给我出来 中念在一旁哄着我 我推开他硬生生把林慈旧拉了出来 我踢断了林慈旧的胳膊 还骂了他 而我久近上头扑通倒地 我还不如当时就死了呢 省得醒过来还要面对着人间疾苦 我先抬被子走向窗户 平静地说道 告别吧 你们还有什么话跟我说吗 我现在还有什么脸面 活在这个世上 情历同情地看着我说道 也还好 就是我们高中同学围观了 顺便拍了视频转到群里 你是知道的 只要通过六个人 就能认识全球人民 于是 你的小学同学 初中同学 以大学同学 都看到你冲到南厕所 把林慈旧拖出来 打断了他胳膊的事情 我又看向林田田 半条腿已经搭在窗边了 眼含热泪地说道 小天鹅 你要救救我吗 嗯 林田田迟疑了一下说道 往好处想啊 林慈旧被你拖出来的时候 起码还穿着裤子 再往好处想啊 就算你冲进去的时候 他没穿裤子 也没事的 反正他是前男友 再再往好处想 当时中念也在厕所 初恋跟前任同时被你看光 你也不亏啊 很好 诀别了 我的朋友们 我此时此刻精神状态良好 林田田眨了眨眼睛 娇声说道 亲爱的 你不想听听我跟林慈旧的故事吗 我的那两个耳朵 不争气地就竖起来了 一个小时后 林田田摊摊手 无辜地说道 总之 就是这样 我跟林慈旧之间从头到尾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辞旧迎新的CP粉才决定帮她的 琴蜜面色争宁 把大腿都要拍烂了 不服气地说道 我们喜迎新年 永不服输 青梅竹马大气 绝不能倒 辞旧迎新就是邪教粉 当年诗诗跟中念热乎的时候 林慈旧还不知道在美国的哪个鸡脚嘎啦玩尼巴呢 她俩谁也不服谁 齐刷刷地看向我 诗诗 你选谁 我躺平了 微微一笑 我选择狗带 我听完小天鹅的故事 去楼上的病房找林慈旧 她穿着蓝白色的病号服 胳膊打着石膏 低垂着眼眸 坐在病床上发呆 我站在门口敲了敲门 她没有一点反应 我看了看 才注意到她没有带耳窝 林慈旧的世界是寂静无声的 我想起她刚来我家的时候 像个孤零零的影子 她常常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 一坐就是一天 来来往往的人 熙熙攘攘的事 都进不去林慈旧的世界 一开始 大家看她长得漂亮 都主动跟她讲话 可她只是沉默地看着 一言不发 久而久之 大家都以为她是个小哑巴 后来 我知道她中文不好 听不懂又讲不好 索性不说话 她的声音其实很好听 如玉基石 清冷有力 只是她讲话语调有些奇怪 慢吞吞的 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林慈旧第一次跟我讲话 是在一个太阳烈烈的午后 小心 可以帮忙吗 那已经是她来我家寄宿的第三个月了 我站在院子里打拳 她捧着血淋淋的手走过来 我吓了一跳 立马带她去医院 我才知道原来林慈旧 是让隔壁街的坏孩子欺负了 用玻璃瓶子划伤了她的手 他妈的 终于像大姐大罩着的小哑巴 也敢有人欺负 是活腻了吧 我二话不说 拖着林慈旧就去寻仇 硬生生打的那个人哭爹喊娘 林慈旧站在一旁看着 平静又漂亮 我抓起那家小卖店的喇叭 吼着 这条街的混蛋玩意儿都给我听好了 林慈旧住在我家 就是我失音心罩着的人 以后谁敢喊她哑巴 笼子 欺负她 就是跟我失音心过不去 我拉着林慈就冰凉凉的手 招摇过世 宣告主权 你照我 什么 意思 林慈就问我 我想了想 看着她的眼睛说道 意思是 你就是我的人了 林慈就抿了抿嘴 似乎不是很情愿 却也没有反驳 这么一想 林慈就早就是我的人了 居然还想跑 我走进去 戳了戳她的肩膀 林慈就抬头看我 眼里居然湿漉漉的 像是哭过一样 我吓了一跳 怎么了 疼成这样吗 要不要帮你叫医生 林慈就没带耳窝 盯着我的嘴 眼里的泪光更厉害了 小心 我后悔了 你说不要我了 比胳膊断了还要疼 我在男厕所撒酒疯 狂吼 林慈就 我不要你了 你个小哑巴 我失音心不要你了 你听见没 当时整个走廊都回荡着我 撕心裂肺的吼声 真痛的刺激 就是重提 等于鞭尸 你不是挺硬气 我提分手 你可是大硬的麻溜的 我恨铁不成钢的扯着她的脸 气到 你根本没喜欢过小天鹅 那为什么还要写分手协议 怎么 恐婚了 早说啊 我又不是死活要嫁给你 林慈就细皮嫩肉的 对我掐红了脸 看起来特别可怜 我骗了你 也骗了终念 林慈就看着我 眼神像是溺水的人 她轻轻说道 小心 对不起 戒指呢 我拿出耳窝给她戴上 有些话 她必须听 林慈就呆了呆 从口袋里拿出一枚戒指 我轻哼一下 伸出手去 我丢了戒指 以后就有些后悔了 想着三克拉呢 就算分手了 也能换钱 等我回去找的时候 我才看到 那个下水道被挖的面目全非 林慈就把戒指拿走了 破坏了学校的路 顺便捐了一百万 富二代 了不得 真是仇富 我当时 背着撬下水道的工具 站在那个坑前面 极度的面目猙獰 心里想着 好你个林慈就 宁愿捐一百万 也不给我捞戒指的机会 愣着干嘛呀 我瞪了她一眼 给我戴上啊 林慈就这才回过神 给我戴戒指的时候 都有点懂 小心 林慈就喊我的名字 捏住我的手 很用力 我想了想 才说到 终念去找我的那晚上 我们把所有的话都说开了 林慈就 我没办法坦然地告诉你 我对终念一点 感情都没有 她在我心中 很重要 我爸牺牲以后 没过两年 我妈就跟着她走了 从那以后 我只有爷爷一个亲人了 林慈就听着听着 挪动了一下身体 哎 我更近了一些 我小时候长得挺瘦弱的 终意向住的人又很杂 我经常被人欺负 所以我爷爷才送我去学武术 不想我总是被欺负 我上幼儿园认识了终念 她像哥哥 家人一样保护我 照顾我 十几年的情分 不是说割舍就能割舍的 如果她没有一声不吭地出国 如果没有你陪着我 现在跟我结婚的 也许就是终念了 林慈就紧握着我的手 忽然抱紧了我 我靠在她的肩膀上 闭上眼睛 无端地想要落泪 也许这一辈子有些人 注定是要错过的 那晚分别的时候 终念抱着我说 小朋友真的长大了 爱得坚定又有力量 我真是极度林慈舅啊 所以为了报复她 我决定在同学聚会上 气气她 终念平静地 跟我挥手告别 带着我们的青春离开 没有回头 可我分明听到了 她压抑的痛哭声 我轻声说 人生没有如果 错过就是错过 林慈舅 你要自信一点 你是我师 迎新选择的人 你沉默又具有任性 像古人诗剧里的竹子 你在我心里 有非同一般的魅力 最重要的是 你长得这么好看 我轻易不会变心 做了决定也绝不后悔 我似乎很少跟林慈舅说 为什么喜欢她 可也并没有那么多理由 她站在那儿 眼带笑意地看着我 我就觉得欢喜 林慈就抱着我很久很久 才慢慢说道 小心 谢谢你 嗯 谢我什么 谢谢你爱我 林慈就脸有点红 凑过来要亲我 少肉麻 我胡乱啄了啄她的嘴 忽然想起来 仰着眉毛问她 当时我踢你的时候 钟念明明挡在你前面 你怎么推开她了 是想碰瓷额我吧 林慈就睫毛颤了颤 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怕你踢伤她 还要得去照顾她 我责了一声 林慈就 你知道这样的叫什么吗 心机绿茶难 林慈就在我脖子上蹭来蹭去的 小声说 你喝醉的时候 骂过我 我一阵无语 揉了揉她的脸 外面下起了雨 更冷了一些 我俩盖着被子挤在小小的床上 凑在一起说了一会儿话 我困得迷迷糊糊 听见林慈就说 小心 我们不要等到明年春天了 立冬就结婚好不好 好 我靠在她怀里 睡了过去 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了少年时代 我看见林慈就总是在看我 眼神温柔又安静 后来 我想过很多次 我为什么会被林慈就打动 大概是她拥有一双多情的眼睛 总是驻留在我身上 朝前看吧 中年会拥有辉煌的未来 她注定要远走高飞 而我 会在今年冬天 跟林慈就结婚 我们 每个人都会拥有 属于自己的幸福 在回到中国 遇见适应心之前 我过着等待死亡的日子 我父亲是华尔街 赫赫有名的金融巨头 我母亲是绿政界 极其有名的女魔头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残缺与平庸是一种罪过 幸运的是 我不算平庸 不幸的是 我是一个残缺的人 十岁那年 因为一场病痛 我失去了听力 我至今难以忘记 我父亲跟母亲那种眼神 他们不是痛苦与难过 更多的是失望跟愤怒 我父亲好像投资失败 我母亲好像是输了一场官司 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却可以看见他们的叹息 他们在我身上投注的心血 付诸东流 一个笼子 是没有未来的 曾经 我在数学上展现出一些天赋 很多人都说 我将来的成绩会超越我爸爸 在学习钢琴上 我也获得了一些荣誉 我妈妈说成为一个音乐家 也还不错 参加不完的party上 我父母永远是骄傲地 接受着那些称赞声 当我聋了以后 世界安静了下来 所有的赞誉声都离我而去 我出门只能看到惋惜与同情 我的世界安静了两年 我也在短短的两年内 见惯了很多恶意 我的书会被撕烂了 丢在地上 我的书包会出现在垃圾桶内 就是那么奇怪 当你是个正常人的时候 周遭的一切都是正常的 当你残缺的时候 那些怀揣恶意的人 就像是一群蚂蚁 盯上了一块掉在地上的逆塘 欺负一个正常人 可能还需要一些勇气 可是欺负一个笼子 似乎就很简单了 当我被人推下楼以后 我父母商量了一下 让我暂缓上学 我父母接受了 我变成笼子的现实 很快他们重整旗鼓 没过两年 又生了一个弟弟 从那以后 没人再关心 我是不是听不到了 会不会讲话 我在家里 像一个沉默的影子 有一次我睡醒以后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门被锁死了 冰箱已经被保姆清空 家里除了水什么都没有 我没办法打电话求救 因为我根本没办法讲话 失聪没多久 我就患上了失语症 三天后 我父母带着弟弟旅游回来 他们把我送到医院 开始互相指责 都在埋怨对方忽略了我 我爷爷来看我 从衣柜里找到沉睡的我 摸着我的头发 沉默了很久 他给我打字 辞旧 你知道吗 在中国一个叫做中意象的地方 有一个跟你同年同月同日的小女孩 她叫施迎新 你们两个都生在除夕夜 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节日 看 这就是迎新 她拿出照片给我看 一个小女孩穿着红色的羽绒服 举着一根糖葫芦 站在一个巨大的雪人面前 她对着镜头笑得很灿烂 嘴边有个小小的梨窝 她很可爱是不是 迎新呢 是个非常厉害的小朋友 她爸爸是消防员 在她三岁的时候牺牲了 她妈妈后来也不在了 但是迎新从不自暴自弃 反而乐观坚强 听说她在学习武艺 将来要做一个行侠仗义的侠客 辞旧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没有梦想 我只想静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 爷爷给我读了很多诗 我只对一句有感 吴不时清天高 皇帝后 唯见月寒日暖 来兼人寿 父母对我的忽略 弟弟对我的轻视 周围人的同情与唏嘘 那些轻飘飘的眼神 像是刀子一样 割裂着我的血管 我甚至不知道 在这样麻木地活下去 有什么意义 后来忠念遭遇了一场 无底深渊的坠落 其实我非常能跟她感同身受 不同的是 那个时候她无法爬出深渊 而我 已经获得救赎 我爷爷每过一阵子 就给我看诗迎新的消息 快看 这小丫头骗子 这大刀耍的 把诗老头给嘚瑟的 我的天啊 她是孙猴子吗 能在空中翻这么多圈 辞旧 大孙子 快来 我在跟丫头视频呢 你来打个招呼 我虽然从没有见过诗迎新 但是我失聪后的那五年 知道她所有的事情 知道她练功太苦 哭着去训练馆 明明是个喜欢赖床的人 却硬生生地风雨无阻 坚持训练 知道她喜欢吃冰淇淋 因为控制体重不敢吃 我爷爷开玩笑说 要拐走这个丫头 可能一个冰淇淋就够了 知道她越练越厉害 还获奖上新闻 在我不知道的遥远地方 她在闪闪发亮 一直到我十五岁 我的中文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爷爷拍着我的肩膀说 去中国吧 那天热土啊 才能把你暖热了 我曾怨恨过 为什么老天 要夺走我的听力 可我遇到失迎新后 才知道 失去也是得到 如果失去听力 是遇到失迎新药支付的代价 那我甘之若疑 十五岁那年 我爷爷做主 把我送到施加寄宿 热闹的街巷 住着很多人 他们看我的眼神 像是在看一个新奇的物种 下雨过后 甚至有积水 我绕着道 慢吞吞地走进了那个院子 一个穿着练功服的小女孩 扎着短短的马尾辫 从二楼翻下来 她坐了三个后空翻 站在我面前 笑得灿烂 我盯着她嘴边 那个若隐若现的小漆窝看了看 在心里隐约有一声窥叹 啊 她就是失迎新 那个我看了五年的女孩 她果然生动又灿烂 像是天上的太阳 距离开学还有很久 我常常坐在院子里 看失迎新 很奇怪 我明明没有带耳窝 却仿佛能听到失迎新的声音 她说话的时候 每个字都很清晰 脆脆的 干净利落 失迎新总是很忙 忙着跟小孩子踢球 忙着帮流浪小狗找领养 忙着训练 她有用不完的精力 跟用不完的善心 谁家水管坏了 谁家屋顶漏水了 准会有失迎新的身影 她真的成为了一个侠客 热情又充满活力 失迎新跟我说过几次话 我没有回应她 她就很少理我了 她一向不是个有耐心的人 却是一个很有恒心的人 凌晨六点 她会在院子里练基本功 没多久 忠念会带着早餐来找她 她练完功 坐在地上 忠念会帮她按腿 忠念会骑车带着她 出去玩一整天 有时候 他们也不出门 在适应新房间打游戏 我看得出 忠念家境很好 她看着对所有人都非常随和 其实内心是很骄傲的一个人 要不是失迎新在这里 忠念可能这辈子 都不会踏足忠意向这样的地方 头发乱糟糟的 忠念会熟练地从口袋掏出皮圈 帮失迎新扎头发 今天只能吃一个冰淇淋啊 你再胖下去 李教练会先砍了我 忠念会给失迎新带冰淇淋 我沉默地坐在长椅上 像一个黯淡的影子 看着他们毫无芥蒂地 分着吃一盒冰淇淋 那个时候我不懂 怎么可以用一个勺子呢 多奇怪 后来 失迎新随意把吃剩了一半的冰淇淋给我 我接过来继续吃 才发现原来失迎新吃过的东西 那么甜 失迎新 收拾收拾你的狗窝 失迎新也扯着嗓子 在楼上吼 失迎新前一刻还神气得很 后一秒就蔫的像一只小狗 他处理生活的能力实在是糟糕 东西常常放得乱七八糟 忠念揉揉他的头发 拽着他上楼 醒了 醒了 我给你收拾 你躺着打游戏就行 嗯 他们的手牵在一起 我捏着手心 想起他们总是牵着手 我在无数个黑夜里 站在镜子面前 练习微笑 练习说话 可我始终没办法开口 我无法跟人正常交流 一张嘴就浑身麻痹 这也是我爷爷把我送到国内的原因 他说 在留在这个没人情味的地方 跟着你那对只知道赚钱的资本家爹妈 我的大孙子就毁了 回国吧 去找老师 他那个老家伙 那把小欣养得活蹦乱跳 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小欣 就是施盈心 但他不喜欢我这么叫他 觉得像蜡笔小欣 我们都生在除夕那晚 中国的除夕是辞旧盈心的一天 代表着所有的祝愿跟美好 小欣 你好 我叫林慈旧 我笨拙地 一次又一次 反复练习这句话 我也想让施盈心 笑嘻嘻地拉着我的手 带我穿过大街小巷 我也想看着他 躺在院子里的破旧沙发上 喊着我的名字 指挥我帮他端茶倒水 终念能做到的一切 我都能做到 我想去隔壁街帮施盈心 买他爱喝的汽水 遇上坏人 他非要逗我开口讲话 想要试探我到底是不是哑巴 听说你是个外国人 耳朵上带着什么东西啊 你是不是笼子 还是个哑巴 他晃着碎裂的玻璃瓶子 轻烈地说道 有钱人 想买汽水呀 说话呀 给钱 给美元 他越走越近 我推了他一下 他恼羞成怒地挥舞着玻璃瓶 碎裂的玻璃茶子 刺破了我的手 血流了很多 我看着手上的掌心 没什么感觉 失从以后 各种各样的霸凌我经历过 这种直白的恶意 不算什么 你疯了吧 这个小洋人 可是住在施盈心家里的 完了 马杆 你彻底完了 施盈心会打死你的 那个叫马杆的人 先是一阵怯弱 又强撑着说道 住在施盈心家 也没见施盈心照着他呀 我才不怕 我举着血淋淋的手 回了家 施盈心正在院子里练功 先是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 又飞快地定住眼神 我走过去 竭尽全力让自己镇定 一字一句地慢慢开口 小心 可以帮忙吗 施盈心拉着我去医院 她的手很有力量 也很温暖 我注意到她掌心处有薄薄的茧子 是常年练功留下的 我想起中念总是喜欢捏着她的手玩 我下意识地捏了捏她的手 疼啊 忍一忍啊 施盈心哄着我说道 很快就到医院了 她挨得我很近 说话的声音很着急 我忽然就有些迷恋这种感觉 伤口包扎好以后 施盈心带我去报仇 她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马盖打扶了 施盈心说 从此以后 我就是她的人 她会罩着我 我花了两个月练习说话 终于走进了她的视线 我们上了同一所学校 可是施盈心的世界太拥挤了 她会睡眼惺忪地 坐在中念的自行车后座 到了学校有琴蜜跟林天天陪着她 施盈心要读书 又要训练 在学校的时候 身边永远有忠念 不在学校的时候 谁也看不到她 而我 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人 怎么办呢 怎么才能让她多看看我呢 我也很想让她趴在我的书桌上睡觉 我也可以举着书帮她挡阳光 自习课上 我看着她睡在前排 忠念随手脱下外套 给她盖上 她醒来以后 忠念递给她水 帮她讲习题测 不想学 她嘟嘟囔囔 忠念哄着她 不学不行 文化课跟不上 你跟我考不到一个大学怎么办 施盈心会叹一口气 乖乖地听忠念讲题 喂 同桌 灵天天敲了敲我的桌子 像是吓了一跳似的 提醒我 你的手破了 我低头才注意到 本来在削铅笔 美工刀割破了手指 诗盈心听到动静 扭过 看我血淋淋的手指 赶紧递给我一个窗可贴 林辞旧 我听老爷子说 你在国外的时候可是个天才 诗盈心皱着没问我 我怎么觉得不像 是不是你爷爷吹牛了 不是 我有些着急 可是讲不出更多的话 诗盈心看我这么紧张 哈哈大笑起来 逗你玩呢 我知道你是个天才 昨天你爷爷跟我爷爷视频 听说你得过很多奖呢 以后 你是不是要回美国读大学呀 不回 我简短地回了她一句 诗盈心递给我一颗糖 吃颗糖就没那么疼了 下次削铅笔小心点 我紧紧捏着那颗糖 看着她嘴边的小漆窝 有些走神 钟念看了我一眼 把诗盈心又揪回去做题 她有敏锐的直觉 察觉到我对诗盈心的意图 下课后 钟念抱着篮球从我身边经过 懒洋洋地跟我说 我家小朋友的爸爸是个消防员 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 做个行侠仗义 出墙扶弱的女侠 林辞旧 她很善良 也很简单 我希望你呢 不要利用她的善良 我盯着她看 没说话 钟念深然一笑 轻声说道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诗盈心啊 她闪闪发亮 最吸引我们这样 站在阴影里的人 同学 你说是不是 钟念 你最好一辈子守着她 我低语道 不要让我抓住一丝机会 我会的 钟念很自信 可她自信得太早了 这世界上本就没有绝对的事情 高中两年 我打入了她们的小圈子 因为我跟诗盈心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 她以为我喜欢林甜甜 总是带着我一起玩 帮我制造机会 小哑巴 她悄悄跟我说 你悄悄喜欢小天鹅就好 高考以后再表白 小天鹅是要考北五的人 可不要耽误她学习 她离得我很近 我闻着她头发上薄荷洗发水的味道 问她 你呢 跟钟念早恋 不会耽误学习吗 诗盈心恼羞成怒 在我手背上拍了一下 你懂什么 我跟钟念 反正跟你解释不清楚 诗盈心看着诗盈在忙 扒拉我 快 江湖就急 借我五十块钱 下月给你 诗盈心敏锐地看过来 抄起扫帚就往过走 怒气冲冲地说道 好呀 诗盈心 又让老子逮住你骗辞旧的零花钱 你这个月买几本漫画书了 你数过没有 诗盈心被打得呲牙咧嘴 跑了 晚上我悄悄喊她去我房间 她看见我桌上的漫画书 两眼放光 终于 诗盈心趴在我的书桌上 坐在我的位子上 我也可以帮她讲解今晚的作业 帮她整理明天要用的书 我在偷来的时光里 悄悄靠近诗盈心 一直到高二下半年 钟念家里出事了 她父亲欠了三千万 钟念那段时间总是缺勤 正好碰上诗盈心集训 她错过了钟念的事情 林辞旧 别告诉她 钟念一脸的疲惫 她还要准备比赛 不能因为我的事情分心 钟念被迫出国那天 诗盈心的电话响过一次 小朋友 一定要等哥哥回来 好不好 她声音带着泪一根绝望 钟念 你要抛弃妈妈吗 边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电话就挂断了 诗盈心洗澡回来 看了眼桌上的手机 好奇地问我 钟念打电话来了 她说什么了 我指了指耳朵 没带耳窝啊 诗盈心了然 又看了眼时间说道 哼 估计是突击我有没有睡觉 她拿起手机 我的心悬了起来 诗盈心又说 算了 现在给她回过去 林辞又该说我了 那是钟念 打给诗盈心最后一个电话 我找到林田田 告诉她 我可以资助她 去美国学跳舞 她只需要简单帮我一个忙 林田田嘲弄地说道 林辞旧啊 你这是要拉我下地狱 林田田 终究是答应了我的要求 她去美国了 林走前给诗盈心发消息 诗诗 对不起 其实我一直喜欢钟念 这次能有机会 跟她一次出去留学 我不想放弃 那个时候 诗盈心已经知道 钟念出国的事情了 她坐在操场上 失魂落魄地说 告诉我又怎么样呢 钟念难道觉得 我因为她跟小天鹅之间的事情 就气死 赖着她一辈子吗 唉 小雅巴 咱们也算是同病相怜吧 难怪小天鹅从来不搭理你 原来她喜欢的是钟念呀 诗盈心喝啤酒被逮住 学校的人都传她失恋发疯 强吻我 诗盈心气得不行 让我放出话去 说我追的她 我坐在她的自行车后座上 小心翼翼地捏住她的衣角 答应了她的要求 钟念离开以后 诗盈心消沉了好一阵子 后来又重整旗鼓 投入到了学习跟训练中 她就是这样的人 会短暂地难过 会永远地朝前走 高考结束以后 诗盈心捏着钟念 留给她的纸条 第一次哭了 林慈旧 我真的好想她 她说要我等她 我长大了 成年了 她怎么还不回来 我看着她哭红的双眼 心揪着疼 我想了很久很久 借口要回家 去了一趟美国 在一间中餐店 我看到了洗盘子的钟念 有个钟念女人 骂骂咧咧 嫌我占用钟念的时间 讲得很难听的话 那个人 是钟念的小姨 一年多没见 她不再是那个 意气风发的少年 脸上多了一些沧桑 我们去外面聊天 她熟练地抽着烟 眉头皱得很深 到国外逃债 投奔她小姨 这日子过得并不好 没日没夜地打工 学语言 读律科班 像是永远看不到镜头似的 我明白那种 从高处不断坠落的感觉 钟念过了很久 才问我 她怎么样 专业第一 考上了北体 我拿出是迎新的视频给她看 钟念反反复复地看了好久 用力地搓了搓脸 她又抽了一根烟 说了一句 不送 钟念 她很想你 我捏着手机 慢慢说道 你回国去吧 钟念似乎想笑 嘴角却始终提不起来 她一拳砸在墙上 发泄着痛苦 我回去 能给她带来什么 我已经回不去了 重新参加高考 我也没把握 这一年 我看书的时间很少很少 我爸在国内被追债的打骂 像那孙子一样 我妈陪上了尊严 带着我住在小一家的地下室 就为了给我一个喘息的机会 林辞旧到了社会上不像在学校 我绝对不可能让她跟我一起背债 被别人议论 甚至影响她的前途 她这些话说得很艰难 我们做个交易吧 我拿出一张银行卡 钟念 既然你不想回去 那么五年内都不要联系小新 你做梦吧 林辞旧 钟念骂了一句脏话 冷笑着 我他妈每天过得像孙子一样 打完工回去以后 未得要死 还要爬起来看书 就是想混一个光明的未来 最多两年 等我考上大学 站稳脚跟 我就会回去找他 钟念拒绝了我 又答应了我 因为他妈妈第二次自杀住院 他太需要钱了 钟念死死攥着那张卡 哭得崩溃了 林辞旧 我守了他十二年 十二年啊 钟念信守承诺 五年没有联络过施盈新 再后来的四年 他也没有必要再联系他了 因为 施盈新成了我的女朋友 这次不是假装的 是真的 我的学校跟施盈新的学校离得很近 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见面 他在学校很有名 我们两个早恋的事情 一路传到了大学 真是下不来台了 施盈新苦恼地说道 全校都知道 咱们两个是什么模范情侣 我拿假 你考清大 我只要出去吼一嗓子 说是假的 会不会被唾沫心子淹死 我听他说完 耐心地说道 那就一直假装下去好了 我暂时没有分手地打算 施盈新咬着棒棒糖 扭头看我 警惕地说道 林辞旧 你该不会真的喜欢我吧 我早晚会说出喜欢他 但绝不是这个时候 时机不到 只会让施盈新跑掉 大学四年 施盈新习惯了 遇到事情就找我 月末一贯是找我蹭饭的 他花钱向来没有规划 施盈新从小练习武术 对穿衣没有讲究 一件卫衣能穿三年 我看不下去 每个月帮他购置衣服 他总是收到大大小小的包裹 有我给他买的吹风机 衣服 鞋子 背包 施盈新桌上的化妆品 全是我买的 他知道价格以后 连夜来找我 痛苦地说道 林辞旧 我知道你有钱 可你也不能这么花在我身上吧 嘎了我腰子 我也赔不起啊 我给他展示了一下我的银行卡金额 施盈新的表情变了好几次 小心 安心花着 这点钱连我利息的零头都花不掉 我认真的告诉他 我父母前段时间给我发来一份协议 把财产分割清楚了 什么意思 施盈新看我 我轻声说 意思是 从今以后 我没有家了 施盈新 我除了钱 什么都没有 我弟弟已经满足了 他们所有的期许 我这个残缺的人 已经可有可无 在我语意未满 无法跟他们利益纠缠的时候 买断这段亲情 对他们来说是最优解 施盈新拍了拍我的肩膀 扮上才说 没关系 我家就是你家 林辞旧 我会一直照着你的 我跟施盈新关系的转折点 是大四毕业那年 我的耳窝被人蓄意破坏 我站在人群呼啸的操场上 听不见任何声音 面前的人 在骂我 我只能通过他的嘴唇 看见他在说什么 什么东西 还勾引别人女朋友 以为有点臭钱 就了不起啊 一个笼子而已 残疾人 你他妈是个残疾人 懂不懂 哈哈 傻叉 听不见我骂你吧 他女朋友在拉着他 哭着让他别说了 那个女生 是我们学习小组的人 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产生 这样的误会 你现在还护着他 你们是不是上过床了 对方愤怒地推开那个女生 朝着我挥了一拳 我没有还手 反而引来对方 变本加厉的暴力行为 等适应心赶来的时候 我小腿已经骨折了 他几乎愤怒地 要燃烧起来了 像是一把火 像是为我降使的英雄 适应心个子 比对方低很多 但是并不妨碍他的爆发 他一个旋风腿踹了过去 对方也是学体育的 跟适应心打在了一起 他在发光发热 力量与技巧融合在一起 展现了中国武术的魅力 报上名来 以后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适应心踩着那人的胸口 愤怒地说道 知不知道林茨就是我男朋友 还敢打他 欺负我男朋友 还打女人 你他妈算了什么男人 送进工作太贤 都嫌你太下贱 什么狗屁女朋友 我都打听过了 你俩就是装的 适应心踹了他一脚 走过来抓住我的衣领 吻了我几秒 装的 装给你看 施应心冰冷冷地说道 他的耳窝剩是你偷的 等着赔钱吧 媒体的人也冲过来 帮施应心撞声时 这件事情闹得很大 那个男生被记了大过 而我去医院检查了小腿 施应心为了照顾我 索性搬到了校外 跟我一起住 就很突然 我半夜醒过来 看见施应心坐在阳台上喝酒 空荡荡啤酒罐子 丢在地上 他扭头看我 冷不丁地问我 林慈舅 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被钉在原地 死死地扣着掌心 说不出否认的话 施应心叹了口气 把一个薄薄的本子 拍到我怀里 我也不是故意要看的 那个本子 写满了施应心的名字 我心烦意乱的时候 就喜欢写他名字尽心 施应心一连三个月没见我 他忙着集训 忙着比赛 可能早把我忘在了脑后 三个月后 他终于出现了 那个时候 已经是秋天了 他裹着一件黑色的莲帽衫 在地上采叶子娃 我去外地比赛了 刚回来 施应心朝我走过来 一步一步的 就像是踩在我的心头上 他苦恼地抓了抓头发 又过了一会儿才说到 林辞就 咱们这么熟了 我也不忽悠你 我这人 当朋友是没问题的 但是当女朋友 就差点意思了 以后训练会更多 比赛也会更多 我要抓住最后的黄金器 不太可能把时间放在恋爱上 我呢 从小练武 大大小小的伤受过不少 将来老了 说不定一身病痛 我性格呢 你也知道 多少有些毛躁 我小时候很多时间 待在训练馆 又有钟燕帮我 打理生活 搞得我自理能力有点差 哎 总而言之 我做朋友是没得挑 但是做女朋友 可能会让你失望 我浑身冷透了 他在拒绝我 施应心那么骄傲的人 为了拒绝我 甚至贬低自己 他这是铁了心 要跟我划清界限 嗯 要不咱们俩试试吧 施应心郑重地说道 离开你这三个月 我想了很多 林慈旧 我是喜欢你的 如果你愿意 我们可以先试试 他表情很严肃 像是站在颁奖台上 我紧紧抱住他 生怕这是一场梦 施应心进入了 比赛的黄金期 集训 比赛 随地访问 他忙得团团转 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 其实很少 他总是来去匆匆 朝着自己的梦想 不断地往前奔袭 而我也在努力地追随着他的脚步 做一个能配得上他的人 施应心去参加亚运会 那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而那一年 也是我跟中念约定的最后一年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站在领奖台上 溢溢闪光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下了台朝我跑过来 紧紧拥抱住我 这是我男朋友 他大方地朝着镜头介绍我 紧握着我的手 我下意识地把耳窝摘下来 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施应心有个失聪的男朋友 那一刻 我终于体会到 中念当初的煎熬与痛苦 我跟他都不想让施应心 受到任何非议 他掐了我一下 帮我戴上耳窝 记者问他以后的打算 他笑着说 准备退役了 好好读书 好好恋爱 五年到了 可中念并没有再联系施应心 因为施应心发了条朋友圈 正式宣布了我的身份 中念发消息给我 林辞旧 你真是幸运到让我嫉妒 我原以为 能够光明正大的陪着施应心 已经足够幸福 可等他退役 我才知道被他爱着 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他会趴在我的背上 跟我商量晚饭吃什么 他会崇拜地看着我 没想到啊 你打游戏还有一首 野王跟着带我飞 他会念念地拜托我 帮他查找英文文献 他会远远地朝着我跑过来 拖进我的怀里闻我 曾经 我梦想过的很多事情都实现了 我给他扎头发 洗衣服 收拾房间 做早饭 能被施应心需要 是命运赋予我的另一种意义 好了好了 别看书了 施应心闹着我 过来 亲亲 这几年落下来的 全都补上 我抱着他 坐在沙发上 他凑过来亲我 施应心捏着我的手腕 小声说 接个吻心就跳得这么快 要是发生别的 你还不得晕过去 我看他 怀疑自己幻听了 施应心低头 拨弄着我的手指 慢慢说道 林辞旧 今天秦丽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问我 是不是因为这些年 你一直陪着我 我才选择跟你在一起的 这不重要 我有些着急 不想深究这些 很重要 他靠在我的肩膀上 过了一会儿才说到 你们肯定都以为 我心里还惦记着中念 其实押运会夺冠那天 我见到他了 他变化很大 大概这几年过得很辛苦吧 额头上都有浅浅的穿字纹 我很想走上去 可我没有 眼看着他悄然离开 他其实是一个挺骄傲的人 这么多年不出现 肯定是不愿意 让我见到他的低谷期 我的确是惦记了他很多年 想知道他在国外做什么 过得好不好 可这一切跟爱情没关系 林慈舅 大四那年我在操场吻了你 晚上回去 以后我失眠到半夜 知道你喜欢我以后 我正好赶上集训 消失了三个月 我看得清楚 我喜欢你 所以我跟你在一起 不是因为感动 不是因为想忘记中念 只是因为喜欢你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死死咬着牙关 不让情绪剧低 哑巴啦 诗盈星戳我胸口 又看了看我耳朵 带耳窝了呀 小心 我很爱你 我终于能开口 诗盈星抱着我 亲我嘟嘟囔囔地说道 哭什么 他把我按在沙发上 亲吻我 后来有点冷 又有点热 他靠在我的怀里 已经熟睡 而我彻底失眠 我真害怕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成为梦幻泡影 因为我知道 是我用了卑劣的手段 阻止中念回来找他 可他不知道啊 这样坦然地 炙热地回馈着我的爱 中念终于还是要回来了 他带着一身荣药 衣紧还乡 那段时间 我心神不宁 非常害怕回家 我怕一进家门 诗盈星就会痛骂我是个骗子 要跟我分手 其实这几年 他做梦总是叫中念的名字 他偶尔会看关于中念的报道 很怕他过得不好 我在想 我还能给诗盈星什么呢 当中念回来 他还要套着道德的枷锁 对我困住 写下分手协议的时候 我想着给他自由 没想到 诗盈星抢先一步 提了分手 我站在秋雨中 难过得几乎想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我请人把戒指捞出来 在深夜去找他 当我看见中念抱着他 站在篮球场的时候 我再也迈不出脚步 就像很多年前 我是个多余的人 多年以后 中念站在了诗盈星身边 我又成了那个多余的人 去参加同学聚会 他从中念的副驾驶上走下来 他们两个一如既往地相处自然 久过三旬 诗盈星跟琴蜜 林天天闹在一起 我跟中念出去 林慈舅 你有什么好的 中念扭头看我 眼里是不加掩饰的极度 中念抽着烟说 我跟他说了 最初那五年 没有联系他的原因 你猜他说什么 他自嘲地说道 他说 如果那些钱 真的让我过得好了点 那他就可以原谅你 我在美国所有的狼狈与挣扎 林天天都告诉他了 那些洗盘子 住地下室 被殴打 吃剩饭的事情 他都知道了 他留给我最大的温柔 就是没有去美国找我 他知道 我受不住 中念掐灭了烟 寂寥地说道 他是真的爱你 我没机会了 我没有机会回应他这些话 因为外面传来诗盈心的哭声 林慈舅 你就是个王八蛋 知道吗 王八蛋 你在厕所是不是 有种出来 我吓了一跳 还没来得及出去看他 他就冲了进来 他喝多了 双眼里全是泪水 诗盈心把我拖了出去 顺便踹了一脚中念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 为什么不告诉我 自尊比我还重要 有本事一辈子别来见我 林慈舅 你这个心肌绿茶男 黑心小白菜 可以呀 送小天鹅出国 又跑到美国去拿钱欺负中念 你还有多少惊喜 是我不知道的 看见了没 这沙包大的拳头 我一拳一个 全给你们打扁了 中念 我等过你的 可是你没有回来 错过了 知道吗 林慈舅 我他妈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凭什么觉得我还惦记着中念 在你心里 我的爱就这么不靠谱吗 他心里憋了很多事 借着酒劲 全发泄出来了 中念哭笑不得 想过去哄他 别过来 我一看湿蝇星 挑眉毛的样子 就知道他要动手 立马推开了中念 果然 下一刻湿蝇星就抬起了腿 一脚地踢断了我的胳膊 没一个好东西 全给你们打扁 他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把我们的活都吓没了 我断了一条胳膊 坐在病房里等湿蝇星 他来了 绷着一张脸 我害怕他给我下最后通牒 将我驱逐出他的心 但是他没有 湿蝇星原谅了我 他怎么能那么温柔呢 睡在我身边的样子 怎么能那么好看 我不想等到春天了 我想在这个冬季 成为湿蝇星的丈夫 如果林慈就这三个字 需要被定义 那我希望 这一生都会被人称作 是银心的爱人